你好,我是奥兰多托雷希拉来自森卡斯托雷西里亚公。 房主们,请注意因为您必须知道西单亚存在租赁合同。 您可以口头签订租赁协议。 当然您必须是所有者,才能获得正确的同意。 但是如果您将要是交给某人并且该人支付了一定金额那么您就已经拥有了口头签订合同,如果您希望如此。 但也可能发生您不希望这样的情况而有人为您签订了口头签订合同。 所以,您必须知道口头签订协议的存在。 如果您练义警察看,民法第1547在网上搜索他一位在西班牙租赁合同是口头存在的。 因此要非常小心,你把房子要是交给谁一位现在有了现有的支付首都拥有手机,就可以做生意。 你可以说,你已经签订了口头租赁合同。 还有一些案例,是善意的实际上,是口头租赁合同比如自寻过我们的人他把房子租给他的朋友把钥匙跌了。 他他们什么都没有当时要签订合同开义警,只付了一年的,租金现在他想要一份书面的,租赁合同因为为了让他有一个具体的气,现在有法律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条款。 因此如果您这次只有任何疑问或者因为您有口头租赁合同必须签订租赁合同请随时通过五大不三十四语,我们联系如果您在西班牙境外通过五大联系请拨打6-930-239-26。 我们将是周围一为您提供帮助。 我会后直到下一个视频上帝宝,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